嘿 欧喜的網友們大家好 今天 欧小編要來討論的主題是 平板真的需要變形嗎 如果你現在還秉持著用電腦 一定要配滑鼠和鍵盤 那你可能就跟不上這股時代的潮流囉 一直到這幾年 我們才發現 手指就是我們人和機器觸碰螢幕的界面 我們用它來上網 看書 看雜誌 看影片 看照片 玩遊戲 看YouTube 整整整的 但我們不會用平板來接電話 修圖 工作 處理文書 這就是平板的市場地位 介於PC和Smartphone之間 這邊 欧小編今天要介紹的產品就是 華碩的無線變形平板 TF700 不過在這之前 欧小編要提出一個疑問 你在用平板的時候 真的有需要用到鍵盤嗎 好不容易有一個不用鍵盤又可以輕鬆上網的個人裝置 而我今天又再度把它裝備的像筆電一樣 如果我需要它 那我為什麼不是去買Air 或是ArtraBook呢 另外平板的有一大特色呢 就是讓你在蹲廁所 通勤 睡覺 都還能拿在手上把玩 除非你會在外頭用上十幾個小時的平板 你就會有這樣的需求 一定要買一個鍵盤 而畫面中的TF700呢 它的平板機身自己就有9.5個小時的電池使用時間 這樣保證你可以用到手指抽筋了啦 以上是欧小編帶來的十指萬能報導 然後到8.5元一到 有1.5元 有1.5元 有2.5元 有2.5元 有4元 有3.6元 有10.5元 有4元 有4元